比赛可以输入比较是必须是 嗨,大家好,我是Steven,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 那么,今天的话,给大家带来这个特殊排位的一个视频吧 那么,当然这个视频的话,这个系列的话,主要也是让大家有机会用一下各种一级神 然后,就找个借口可以看到各种一级神的专属绝招啊,热七八糟的东西而已 那么,估计以后的话,可能还会有那么几七八 因为我自己打了几场,其实我还是挺享受的 因为我,大家知道我都是,我真的很喜欢那些什么热七八糟的一级神的东西的 所以的话,以后可能会用到几场 OK,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哎呀,在Ctron上面这个真的好漂亮啊 但是,但是大家看到那个左上角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我鼠标的地方是线的帧数啊 真的,这开着录屏这个帧数真的是 而且你要开着录屏,而且开着这个大的上屏的话 这个帧数就是完全采不忍睹 OK,那么,对了,话说Ctron,下屏可以用鼠标当出屏的 OK,那么,首先的话,我想用一下这个月神 那么,因为只能用一只神兽嘛 所以的话,我本来想做多几个系列的,是可能 怎么说呢,因为宝石三神的话,可能真的不好用 我除了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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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空座以外 哇操,我打了什么,我打了好多场 基本,好像除了一两场以外,长一场都是打列空座 真的,列空座那么强吗 然后的话,其实单打方面,就是只能用一只神兽的话 我个人感觉原始果拉可能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就非你带一个延切的配置 呃,原始果拉的话更多是一个 就是,更多是类似一下OU里面土猫那种 呃,偏辅助型的一种配置吧 当然,它不是不能输出延切之后的输出还是很高的 但是的话,怎么说呢 我如果只能选一只神兽的话 我个人觉得原始果拉可能不是一个太好的选择 那么,日神的话,我可能以后也会用一下 那么,日神的话,可能带个带个虫王什么的 可能还是挺不错的 虫王普Z那样的日神,我也不知道 我在考虑这样一个战术 那么,如果大家有好玩的战术可以告诉我试一下 那么,列空座的话,单打肯定不用说了 基本跳一次舞就能秒杀全部的了 那么,话说这个模式其实想找人也不是特别的容易啊 好少人打,一般都要等什么五分钟才能找到一场 OK,那么这个队伍的话 而且这个模式上全TM是模仿 你常常如果遇到闪光那种,我说我操 OK,那么第一次的话,我第一次的话我就选择月神 那么月神的话带着就是最,我个人认为 那个月神最好的配置,你们选择的是围巾 那么围巾的话就是四宫专属的那个叫 Moonguyspin,中文我也不知道,暗影之光吗好像,不对啊 什么鬼,然后月爆金冲还有RB弹 那么其实的话,月爆真的是一个非常垃圾的技能 完全没必要带,但是也没有什么别的好带了,可能带绝星火吧 就是,反正格子很松 然后月神主要是用来输出的 那么它的耐久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的好 呃,攻击的话过得去吧 反正大部分东西都能两发打死 然后配合它的多灵特性的话很难很难把它一招打死 除非的话,你带了一个,叫啥叫啥 你带了一个可以就是四倍,比如说Y神这些东西 不然的话很难很难把月神一招打死 OK,那么第二次的话,我是选择的是土帽 我是立刻选择的土帽 因为土帽的话可以多少对付一下 比较麻烦的日神啊,对付一下原始古拉顿啊 对付一下,这个性格搞错了 对付一下什么MegaMens啊,巨精啊,乱七八糟的东西 反正土帽在基本上在什么情况下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来的 那么,哦,对对,月神我选择急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是我大概感觉可能它急速是97次 比那个MiniQ的95速度要快的 那么,月神的那个专属技能是无视 就是有扣格特性的,就会无视那个 那个叫什么 MiniQ的这个,这个花皮特性的 那么,但是MiniQ可能会带气妖吧 如果不带气妖直接打死 那么,我个人感觉MiniQ可能带鬼子 就如果他不带鬼子的话 可能对日月神的威胁的确也不太大 但是,如果带气妖的话 就,不不不不,再说一遍 如果他自带气妖的话 可能可以吃一下日月神的攻击 但是,不带鬼子的话 可能输出不太够 打不动日月神 那么,我自己也想 大概带一个MiniQ来多少玩一下 那么,毕竟的话,猎空错也很多 那么,我又没看到古拉和海皇 还有的话,MiniQ也可以多少 check一下羊驼 那么,对付日月神和猎空错 如果我都过得去的话 可能还是一个不错的旧场吧 反正,这次的话 大家别超这个队 我随手拉的 那么,这个选择了地震觉醒冰飞 还有剑舞 那么,带的是飞C 那么,性格的话绝对不应该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性格是naive 应该是我修端复制粘贴过来的时候 修端自动给我改成naive 那么,带那个Jolly就好了 那么,我选择急速的话 就是因为,不知道为什么 我感觉其实固执也可以 急速的话,也没有什么东西 我感觉在这个环境下也没什么东西 91的速度 你也不比MiniQ 90多那些 你也不比那个叫什么雷雷快 什么的 那么,我个人用了一会儿觉醒冰 我一次都没用出来 那么,你点觉醒冰 我本来想着觉醒冰是用东来 用来对付那个Mega雪翼 还有地龙 还有那个内工作 但是内工作有那个Delta气流的话 完全不怕的觉醒冰 然后的话,这些东西你还不如 因为63嘛 反正也活不久了 你还不如直接练一花 飞C 可能效果还更高一点 那么,第三支的话 我选择了一支AV的这个 AV的Bischer AV的钢兵的话 努力的话 好像就是保持那个很常见的Navy努力 192HP 220公斤 还有92速度 那么,三恶 一钢本 那么,打了铁头 Sucker 还有追击 那么,我选择这个的话 是因为我 这个的话对付日神还算靠谱 但是日神有火推 也是挺麻烦的 但是没有 我也不知道这个日神火推推的死吗 毕竟飞本 而且没有正三那个Z见月的话 可能打不死吧 我得算一下伤害 那么,倒是不在这里吧 那么,对付月神的话 我实在是不是很想跟他拼铜素 如果对付对面月神也是这个 叫啥来的 对面月神也是这个 对面月神也是这个 这个围巾的话 我实在是不是特别想拼铜素 所以我想带一支东西来反制一下月神 那么,同时的话 我想反制一下X神 那么,X神的话 一发月爆是打不死AV 就是他还没强化前 打不死AV 这个AV钢兵的 嗯 就是这样吧 那么,明明 明明没什么好说的 带的是电板 XV的下眼光UT和电反 然后的话 这个 为什么是中文呢 好吧 这个 双刀的这个 暴飞龙 那么暴飞龙的话 龙5 龙5 那个石神状 龙星还有地震 那么 龙星的话 我是想用来对付一下猎公座的 但是的话 我用我蓝炮卡来打 我蓝炮卡还没通关 然后没有Mega所还 最终的话 我一次都没选上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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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暴飞龙 然后最后一次的话 想着好像 这个这个挺严重的一个电 电锡弱点 我想一只续电的东西 那么我本来想 其实我挺想带那个 托克德马尔的那个店家钢 但是他没有任何一个可以用的钢本 让我非常麻烦 不能反制那些纤细 所以的话我最后选择的是一只 西电的雷云 那么UTRP 但 10万斧特莱尔 觉醒兵 那么这个对我的话问题 大家很明显可以看到 那么兵器的弱点 其实很 虽然说我这里有个4倍弱兵 2倍弱兵 4倍弱兵的东西的话 兵器的东西 我有AV钢兵的话 倒是也不是特别的怕 但是比如说大家很明显看到这个 这个队伍的话 非常非常弱插身 插身的话 可以基本上对我所有东西进行强化 那么 我实在也是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我考虑过把这个钢兵换成那个特耐向的鬼剑 那是 不靠谱啊 因为我钢兵是 主要是想用来对付那个Y神 还有 太阳 日神和月神的 那么换成 换成这个鬼剑之后的话 对付不了最重要的月神 那么可能换的话 可能会把冥冥扔掉 那么土猫的话 可能会换成双五会好一点 因为的话 觉醒病实在是没什么太大作用 那么剑五之后的话 大家也可以直接点Face也可以了 感觉还过得去吧 这队伍还挺好玩的 反正这个模式也不是特别认真了 反正就是玩玩而已 那么 瞎讲了那么多开始比赛了 第一场的话 我的话是选择了带了图猫 月神还有雷鸡老 然后对手的话是有猎恐龙 这个他不雷雷 以及他的曹刚 那么我发现曹刚的话 这我这个对我的确不是特别好解决啊 没有一个好像是没有火气攻击的吧 那么我带了雷鸡老的话 对面肯定是也有一只冥冥在的 所以我应该才带了雷神的吧 那个介绍部分的话我也不知道讲了是啥 好像是四天这些路的还是三天这些路的 我应该提到说什么 这我遇到很多绿毛虫吧 小时 OK那么不出我小料 对面的手法是曹刚 因为我这队伍的话 对付曹刚的办法的确也不是特别的多 但是反正毕竟的话我土猫有剑我 所以的话也不算太怕 那么我第一回合直接点A发剑我 那么我土猫应该是选择急速的 其实急速的话是因为我在最近在OU整天吃 我是那个固执 然后不是急速的亏 然后跟对面土猫平速的时候 只次次都要平输 不一定就是整天就平输 然后其实在这个环境之下 我觉得可能固执可能更好一点 急速也没什么太大作用了 没什么可以过的 那么这一发地战过去 其实我是直到打不死了 急速土猫就打不死这样的一个fail 那么对手的话扔出一把炎钉来破我的月神的 这个月神的这个叫查一下 这个七遥 这个特性叫幻影之盾 shadow show 那么对手的话种子回了一口 那么这里的话我是纠结了一下 然后点了一个非常错误的选择 那么这里的话绝对是不应该点地震的 因为的话如果我把这个 即使我用地震把对面这个草钢打死之后的话 然后的话对手裂空龙上来 我也是吃不下化龙点睛的 那么我也就是我也不会 因为土猫的话作用 其实震了他草钢以后的话作用也不大了 那么我也不会因为我的那个雷神的话 对化龙点睛有抗性的 所以的话我也不会直接换我的雷神出来保土猫 所以的话刚才那地方我是纠结一下点地震 还是点飞C 实际上正确的选择应该是点飞C的 那么飞C肯定可以直接把绿毛虫打死 然而这里的话对手就直接换上了绿毛虫 然后一发化龙点睛打死 那么如果我是物奈向的话 可能点地震会更好一点 但是刚才那地方没有理由不点飞C的 那么这里的话被对手一发化龙点睛打死 好那么打死了 其实话说这个绿毛虫的这个乱 那么那个气流气流特性的话对屏幕还是影响挺大的 还是有点稍微看不清那个天气效果 好那么这里的话一发梦该spin 一发转属 好那么转属真是的确是漂亮 一发转属打到对手的绿毛身上 那么没有打死 好那么起码我知道这个伤害就好了 那么对这应该就是我打的第一场吧 不是第二场 第一场的话对手没带对手拿了个VGC对我出来多多大 然后轻松被我月神一个穿三只 反正的话这个队伍的整体打法的话就是靠月神来收割 那么对手绿毛的话 大家知道看到对手绿毛是闪光的话 一定要想的对手可能会有V火的 如果没搞说的是闪光才有V火的吧 然后反正在这个环境下面的话 V火的东西真的V火绿毛真的挺多的呀 那么日神的话 因为你如果他带了那个创造胜利的话 日神也没办法特别好的check这个绿毛虫了 那么没问题 那么这里的话直接继续一发 不断的点这个专属 就可以把对手全部收掉了 那么说明 对手其实猎虹座有可能是弃妖的 这是猎虹座 那么即使的话我一发能打掉也打不死 那么毕竟没见到对手有名誉 那么月神的耐久真的是真的是不错啊 刚才没有那个多灵特性的话 还是吃下来对手的晃龙的眼睛 那么这里把对手全部收掉了 OK 那么第一场就这样拿下了 OK第二场 第二场的话 我方的话是选择了 那个那个土猫 然后刚兵以及有这个月神 那么对手的话是有一只小蛋的 好像还有一只什么来着 反正我见到小蛋 我记得有小蛋 然后所以的话我肯定要上刚兵的 还有对手好像有一只超能的 还是什么东西的 反正刚兵对对手的压制还是挺不错的 那么首发的话我还是选择了土猫 因为土猫的话对付 毕竟土猫说用那个觉醒兵真的是 没什么太大作用 但是起码可以有威吓特性啊 然后对手还有一只 对手后面应该是一只叠叠一只冥冥吧好像 如果没搞错的话 反正的话这个刚兵呢还是Metro Press过得去的 好那么对手的话首发了这个 呃这个这个 叫啥来着 那么我威吓了一下 那么对手的话如果他非要 点水仙制或者点这个 呃迎头一击的话 反正完全也是打不动 我毕竟我是威吓过他一下的 那么这里点Face的话问题也不是特别的大 那么我这对手没有明明的 对手有叠叠 还有一只是忘了是啥粉的 还有小蛋 那么对手不管是谁上来吃我的 Cyber Sonic Skystrike 都是很不舒服的 所以的话这里直接一发Face过去 那么土猫的Face真的是挺好看的呀 说真的挺好看的呀 那么对手绿毛 其实我算了一下伤害 绿毛也是吃不下那个一发Face的 好那么这里对手的内空坐上来 OK那么既然解决了那个对手那只什么东西之后的话 我的如果对手我猜测对手最后一只可能是小蛋 那么这里的话我的土猫作用品是没什么太大作用了 毕竟我已经把Face点出来了 那么我觉得我可能把绝景兵换成 换成UT可能会更好一点吧 但是的话土猫生存下来 因为没有威吓的情况下土猫也活不下来 也差不多吧也可以换成打魔眼石 那么创造生命应该是用来对付 主要是用来对付日神的还有草钢的话可以画龙点金点 但是日神的话毕竟还是有抗星嘛 所以的话得靠这个VCI点 那么我考虑过要带钢鸟 但是我觉得这钢鸟太被动了在这场环境里面 也可以打鬼剑什么的 那么对手是白色药草的非常神奇 那么这里的话有了上一排的经验 我知道他打不死我的 那么我这里点的金冲的话是原因就是因为对手后面有小蛋我也说了 那么我不想让小蛋白白上来 那么这里出了一发CT 还是有点小关键的呀 没有CT的话就一半伤害左右 OK那么这里的话VC过来 那么隔着多灵VC也打不躺 但是的话我这里已经在那个画龙点金的收割判尾金内 那么对手降了两防降了速度 OK那么对手的话就换下了对手的猎红座 那么我已经锁招了对手换上是电鸟 那么我这里继续点一发金冲 OK那么我这里继续 那么我知道对手最后一支是电鸟就好了 那么电鸟的话我就可以收下来 然后后面的话用两发专属就能把剩下两只都收掉了 那么你换上钢兵的话也是怕那个金冲下一发打不死 可能是个也怕是个随机数什么的问题 打不死的话就小小的有点小麻烦 那么这里就直接换下来炮灰钢兵就好了 钢兵有什么开的作用 OK那么对手的话一发电鸟上来 闪光电鸟真的是不怎么好看我个人觉得 特别是在没有就是这个去编之后的话 闪光电鸟真的不是特别好看 那么这里的话一发电鸟 那么AP钢兵耐久还是真的还是真的不错啊 吃下了这发电鸟没死 好那么这里的话对手只接一发日方 那么我不会让他鸟七的 因为我不想让他鸟七 所以的话我就点打落就收 那么你不点 只要你保持你血量 就是不要满血就好了 那么这里的话后面我正在月神上来两发 准数收掉就好了 所以说啊其实大家如果去打这个特殊牌位的话 基本上常常就是可能是有一半 有一半左右的场次对面都是三只闪光神兽的 而且对手是很多都是会打的呀 又不是环球不会打的 月神真的是挺厉害的 那么都是对手都是多多少少会打的 那么所以其实真的是说明这个联网的检查 发生的是松的不行的呀 那么一般大家就是有些朋友 不知道为什么在哪里道听途说 然后就会被误导说什么 你用魔法会被ban 其实一般被ban的东西 一般被ban的都是找死人来的 那么我的意思就是 就是比如说他最最少被ban 是因为你那个 因为那些破解的才能提前联网嘛 所以的话那些联网的人被ban了 然后的话要么就是上一次检查的时候 检查就是前几天被ban的话 很多都是因为在银行开之前的话 他那个数据已经开放了 可以把那些钱带人去挂到银行上 那那些挂的人 因为你是魔法师 你才能有那些还没开银行就有那些东西嘛 然后那些挂的人被ban了 要么就是那些改图件的人 就是比如说在就是把那个 在pkhacks上面把那个802 你叫marshadow的东西改出来 那些人才会被ban的 一般情况下随便你怎么改都不会ban的呀 ok那么这场的话对手的话有磁铁有 有猫老大还有绿猫虫 那么的话我选择的话还是同胞手发 那么基本上场场都是靠土猫月神来打 那么刚兵的话我这些对手好像也有叠叠好像还有别的超能什么的 刚兵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来的 那么我手发的是 对手手发的是这个猫老大 那么我手发的是土猫 OK那么威吓一下 马老大真的好像加飞猫 好丑 OK那么我这里的话 我不想让他换人 所以的话是因为我也没有UT 所以有UT还是不错的呀 然后的话我土猫也不想被他拍什么的 主要是我如果对手放狠的话的话 钢兵可以有不服辅 不服辅特性的话 可以提高移动物攻 所以的话 我最近就直接换上了钢兵上来 然后对手选择剧毒 第二回合选择的七下 那么七下的话有可能是多少 读了一下我的剑五吧 那么先把对手的 哦我见到对手没有大剑 那么对手有可能是什么鬼Z招的 神奇 那么我见到对手这么耿直的话 点这个 这么耿直的点这个 这个Fallplay的话 那么我就猜测对手是没有带磁铁的 然后对手后面的话 很有可能是一只比较弱钢兵的 比如说一只围巾没有带绝心火 或者RP弹的这个叠叠什么的 但是为什么你会不带呢 可能是带了双超本 月报还有影子球 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配置吧 那么反正的话 因为这个猫老大的话 对我威胁也是挺大的 我也不想 我也想早点把它先解决掉 不然的话我的土猫还有月神 都不太能打得动 而且由于的话 如果我先把钢兵送掉的话 那么月神的话 就只限一次可以换招的机会 所以的话 如果我要锁这个爱领之光的话 必须把对手的这个血量学下来先 所以的话 我这个交易管是 我觉得还是 我还是能接受的吧 那么而且如果对面是 后面是笛笛的话 我月神的话还是挺挺什么的 对手还有另外一只 比较烦钢兵 所以我也忘了去啥了 那么我就猜测 对手是没有带磁铁 带了一些弱钢兵的东西 那么如果有磁铁 对手可能会先上磁铁 然而对手这里 这里就上了磁铁 让我觉得有点奇怪 为什么他不先直接上磁铁呢 要这么耿之类的场 那么直到这里的话 对手200%会点这个光炮的 因为没有任何理由点 主要不退 都见到我的土帽了 但是我知道我的土帽 是可以吃下一发眼镜光炮的 那么这里的话 这个光炮过来 OK那么没打死 但是这伤害其实已经出乎我意料了 那么因为我的月神 我不想这么早把多灵破掉 如果对手后面是绿毛虫的话 就是有点小烦 如果就是 因为我想 我想留着这个多灵对付对手的绿毛虫 要么 要么的话我一发攻击能打到绿毛虫 所以我先把绿毛虫 可以进入我的暗影之光收割范围之内的话 那么我后面的月神单挑他的 这个单挑这个磁铁的话 也能两发 那个暗影之光炮都打死 所以的话 这里的话 对手刚才那个地方 百分之两百不会流场的 所以这里一发飞机打到绿毛虫 身上直接带走了 那么这伤害还是挺傲慢的 如果没记错的话 好像伤害是90多到100多的 好强事情好吧 反正就是 在能不能打死左右这个曲线之内 那么刚才那发光炮真的是 出乎我意料的伤害有点高啊 那么就说明了我这个土帽的确是这个 减特防才行 特防性格 我不记得 我不记得 为什么我把那个对手 那个什么页面剪掉 好吧 那么对手是一个冰雹队 那么这里的话我手发了我已经刚冰 那么对我来说还是很有力的 那么对手的话激光木 他爱开就开吧 没有什么没有太大的所谓 那么这里的话 对手没有激光没有开激光木 那么换上了世界风火龙 那么这里我梗子一发铁头过去 那么铁头帽子如果没记错 可以隔着激光木把那个就会打死 如果对手是 如果对手是那个叫啥来的 就是如果对手是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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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凹的话下一个回我可以追击把他追死 反正的话我是AV的对手 攻击也打不通我就会说这个时间太烂 OK那么这里的话我也只能猜测 对手是一只挖一喷 因为我感觉对手是一个雪田队的话 又可能是一个挖一喷 不知道为什么就这样感觉 那么就换上月神来 还靠着多灵来吃下对手那个歪喷的攻击 那么这里的话对手mega进化果然是一只歪喷 那么因为这样的话可以互相改天气 然后就多少保证天气还在吧 好那么如果是插喷的话 这场对手这个地方点龙5的话 我就估计多半就输掉了已经 还好对手是歪喷 那么对手的话火焰放射过来 在我的多灵还有特耐很高的月神身上 不算其实已经出乎我意料的疼了 那么我就见到这伤害了70 那么我下一发有机会吃得下 但是也有可能是一个随机数 但是的话这里我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换人 只能强行弩 那么我最后的话好像是带的是银河地鼠 那么这里没打死 好那么这里月神果然强行气 要没被对手打死 那么对手第一发是打了70 第二发打了141 那么就就我猜一次可能打不死 那么果然是没打死 可能也有点运气问题吧 那么这种对手这里的话肯定会百分之 就是肯定会换九尾的 因为即使的话 即使我的月神把他九尾打死 我自己也会被冰宝蹭死 但是的话我知道后面的话 应该我有一只龙头地鼠 可以跟那个是不龙头地鼠 反正不对不对 龙头地鼠是后面的对我来的 那么我知道了 如果能把他对九尾的血压削下来的话 对手歪喷的解决难度 并不是特别的大 最后一只是啥 那么让我那么的自信 那么我宁可把他的九尾血压打下来也好 怪不得我是冥冥 好吧那么所以的话我就不太怕歪喷跑 那么因为我的 只要不让对手开出他的极光幕就好了 对对对 我这里就是不想让对手开出极光幕 OK那么 啊这里的话一发使用不够 好把对手的九尾打死 那么我被蹭了一下 那么这里的话对手换出一只虚无一等 怪不得我记得对手还有是啥的 那么这里的话对手应该是见到我刚才没有掉血 那么猜测我是那个 猜测我是眼镜的 所以换上他的喷火龙 独我换的钢兵上来 然而的话我是一发电板的 那么这里的话 其实我是1% 就是肯定是点 点这个电板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 因为的话对手如果是围巾的话就打不过我刚兵 那么对手剩下喷火龙的话血浪这么少了 但是其实最后还是要猜拳什么回血 还是我打他什么的 那么如果对手是气凹的话 我可以先手电板去到我刚兵手上点铁头 去到我刚兵点铁头的话 对手的这个虚无一德也是打不动我的 反正刚才那个地方点电板肯定是没错的 那么然后就是 哎呀看我不是眼镜的 骗了对手 那么对手的一块下眼光过来 真的伤害是非常非常的低的 那么这也最后一发铁头 把对手的虚无一德收掉了 OK那么应该是最后一场了吧 那么对手是羊驼 那么羊驼的话 我突然发现这个对我也不是特别好解决 因为月神专属打不动 然后金充同样也是打不动 我别的也没有一只 好像也没有别的鬼系 或者格斗系什么的来打他了 我这里的话 首发选择的是这个 这个这个图帽 对手选择的是斗力孤 好吧那么没什么太大问题 那么这里的话 我上这个图帽威吓一下 OK那么这里的话 我直接点了一发飞子 那么因为的话 其实怎么说呢 我知道对手肯定是七腰的 这么自信熟化的话 肯定是七腰的 飞子可以把他打到七腰身上 也是一个不错的吧 好那么这里的话飞子一 那么真的好看 那么这个非常无辜的斗力孤 这么被我撞了一下 然后撞到七腰身上 好七腰 对手选择了岩石锋 那么我见到对手 我见到对手创世神 我就直接是以为是 常规的普创EK的配置 那么这里的话 对手选择了岩石锋 其实我这里 就应该接好就收的 因为我知道下个合格 我速度比对手慢 对手肯定会蘑菇包子 那么土猫的话 怎么说呢 对抗普创来说的话 可能真的是比那个 雷鸡老会好一点 所以的话自己 多少有点失误 自己失误了 不应该让土猫自己睡着 但是 好那么自己换上我的雷神上来 那么对手的话 很有可能会草屑东西上来 所以的话我就换上 来抵挡一下 那么两发 好 这里的话我选择了UT 那么选择UT的原因是 因为我把他打死之后 对手的这个创世神 肯定会上来了 那么如果是普创的话 我不想这样的话 很有可能已经在他的 那个神速缩割范围之内 我又不想让他 什么剑舞起来乱七八糟 所以的话我想换上一下月神 因为我是 起码我是不吃他的这个 不吃对手的这个 不吃对手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叫啥来的 不吃对手的这个 神速 那么这次的话 那么这里发现 对手是刚创 我说 哎呀小麻烦了 那么这里的话 必须让我不断的打中 这个RB弹才行 那么这里的话 第一发RB弹打创 那么对手是刚创 真的是小烦了 那么对手刚创的配置 应该是 呃带那个钢Z10的 因为对手如果是当钢10版的话 可以带那个 制裁时速的 那么 呃 因为他是带的是 那个光炮 而不是Judgment的话 应该是靠 带的是 这个 不是带10版的 因为Judgment是 不根据那个Z 是改属性的 然后对手强行细摇离发 我说 哎呀很难办 那么这里的话 只能赌一份RB 但不仅要中 而且要出这个CT 是多么麻烦的一件事情 OK那么这里的话换走 换上的是我的土猫 上来炮灰的 那么其实的话 如果我土猫还活着的话 如果是我睡的是这个 呃 我睡的是这个雷神 而不是这个 土猫的话 可能 也不一定了 毕竟我的土猫 也是吃不下一发正义的 这个光炮的了 已经 嗯 那么这里的话对手光炮过来 嗯 那么 双炮打死 就换上雷鱼 那么雷鱼的话 因为他的RB弹输出 是比那个月神的要高 因为我是带命运 所以的话 我就这里带 上来雷鱼 追求冥想 最近是满血嘛 也不用急着打我 他甚至可以 赌我的RB弹miss 哎 那么这里一发的RB弹 打过去 对手中了之后才打这么一点了 哎呀 非常非常麻烦了 哎呀 那么这里的话 我知道这里的话 等于是要输了 打不过了啦 已经 那么对手第三段冥想 其实的话我觉得对手上个合级应该 这个 怎么说这个 就是两段冥想的时候 就别必要再弹了 但是 其实问题也不大 只要我不输CT就好 OK那么这里的话 再一发这个RB弹 那么 没办法了 OK那么 对手就是在 在跟我们慢慢消耗而已 好那么回去 回去 那么好的 那么我自己就有RB弹 反正我肯定要点RB弹 那么RB弹中了三发之后 miss而已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反正就是 非常本质的一个 非常RB弹本质啊 好 那么这一发光炮中三的话 继续有抗性也是吃不下的吧 好 那么最后一刀就是月神 那么 没办法 好 那么我这里点的是暗影光 但是 因为的话 我都好像是魔影之光 反正我点的是专属 因为的话 对手后面有 有Mega血液什么的 如果我点的是锁的是RB弹的话 对于后面来说的话 就即使我这里 刚才那个地方 能CT打 把他打死的话 但是如果我锁了RB弹 后面还是打不赢 所以的话 只能锁专属 那么这里专属必须 就好像是要两发CT 才能把对手那个创世线打死吧 但毕竟也是有可能吧 如果即使是连续两发CT 几率也是256分之1 所以还是有可能的 但是没有出现 好 那么这里的话被对手两发光炮打死 那么对手这个创世线 肯定是加了大量耐久的 我们可以 我来算一下伤害吧 到时候 好 那么最后一场也是贵了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最后一支是迷你修来的 但是如果刚才 本来我也要输的 我就说迷你修可以直接一个鬼仙制 把我月神收掉了 毕竟四倍弱 OK 那么下一次视频的话 本期视频就是这样了 那么下一次视频的话是日神 那么我已经打完了 反正就是一起解说而已 我们日神的话 比真的是比月神难用好多 但是我们下次再看吧 那么喜欢的朋友 可以点个金币留个赞什么的 那么我们下次再说吧 拜拜